昨天全国复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宋秀妍来闽航参观调研来看报道 在新红街道红桥绿谷创意舍妇女之家 宋秀妍与参加工修师范活动的女性白领亲切交流 仔细询问了创意舍的功能模块运行模式 并对创意舍妇女之家仅仅依托工艺 技艺 联谊 社团四大板块 以贴心 时尚优质的活动和服务为抓手 凝聚新领域 新业态 新阶层 新群体女性的做法表示充分肯定 宋秀妍表示 民航区要进一步加强探索实践 不断加强园区和四星领域互联组织建设 推动区域化互联建设更好的联系服务园区以及社区女性群体 引领广大女性为园区发展和区域性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台记者福强报道